愛杜莎,愛杜莎,愛杜莎,愛杜莎 愛杜莎的身份來到現場 希望你們多麼喜愛愛杜莎的朋友 好,LALA,謝謝 我們請LALA到我們的舞台這台 LALA,MENMAN的王局 公主美麗的風采 我們看一下正前方的攝影鏡頭 聽說LALA本身就是愛杜莎的愛用者 非常的喜歡這個品牌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到底愛我們愛杜莎的哪邊嗎 其實我很喜歡愛杜莎 她抓到一個完美的評分 因為我們大家尤其是像今天天氣這麼熱 大家還是會有些省略掉一些保濕的成分 或者說懶得去做一些保養 那我覺得愛杜莎她拿捏得非常好 而且剛好這個產品又非常清爽 很適合這個夏季 對,上天的時候我們可能不喜歡太黏膩 或是厚皺的產品 而且有時候我覺得女生很懶 但是很希望可以美麗 所以愛杜莎真的可以滿足所有女生們的需求 我想今天大家 我近距離這樣看到老老老皮膚真的是吹痰可破 很多女孩可能跟我一樣都很好奇 她都怎麼保養皮膚的 其實我是一個滿懶的人 所以呢 第一保養皮膚就是躲睡覺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就是要從就是捷徑的步驟開始 那我有時候很懶得洗臉 那我覺得愛杜莎她剛好 她的這個靜厚的凝露非常好的是因為她洗起來很好玩 一開始有點像那個刮鬍桃 然後變刮鬍 那怎麼講 刮鬍 刮鬍 然後很多泡沫非常清爽 那我覺得這個步驟如果做好的話 其實其他的膚質的問題都可以感受 其實說到我們愛杜莎的這一款凝膠 它很特別 它擠出來的時候是凝膠狀的 然後就像剛剛Laura講的 你開始慢慢揉搓的時候 它變成像刮紅泡泡一樣 能夠吸附你臉上都有一個髒物還有油脂 所以你覺得清潔對你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那剛剛跟我們聊到的是我們的高技能毛孔淨透凝膠嘛 但是我覺得除了清潔以外 接下來保養步驟你會做什麼呢 像我自己本身 我最大的問題就是在T之間 所以就是我會更注重這個 那剛好愛杜莎她有一個產品 就是針對T區的凝露 這個東西我覺得也蠻好玩 就是你擦上去之後 可能過一陣子它會涼涼的 然後你再去摸的時候 它是有點像上過粉很清爽的感覺 就怎麼講呢 就是爽生粉 生粉被子粉的感覺 對對對 所以我還蠻推薦這個產品 剛剛聊到的是我們的 豆蔻T區均衡凝露 這一款凝露其實我覺得台灣的女生很需要 因為台灣雅熱在地區 我們T字部位很容易出油 有時候一出油的話就油光滿面 所以呢 如果你可以先上T字部位的這個均衡凝露的話 就像剛剛Lava講的 它像上了爽生粉一樣 非常的乾爽 而且涼涼的很舒服 那你剛剛聊到了 洗臉很重要啦 然後T字部位不要做得很重要 接下來呢 就當然不能省略掉其他臉的部分 那我剛剛就是提到說 我覺得 愛杜莎拿捏的很完美的一個平衡 是因為它有一個雙效化妝水 那這個化妝水其實就可以省略掉乳液 尤其是像台灣這種比較潮溼的地區 那可以整個灑在臉上的時候 也是會有一個涼涼的效果 就大家就比較不會偷懶懶的去上一些保養 對我覺得我們的這一款零毛孔保濕雙效化妝水 它很適合夏天 因為你擦在臉上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臉冰冰涼涼的 而且呢很多化妝水其實你不能上在眼睛旁邊 會覺得好像有點 對這個其實可以講一下 因為它是沒有任何的添加的東西 我覺得當我把它放在眼睛周圍很近的地方 都沒有任何刺激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好的產品的證明 就可以表示說這麼多的媒體好朋友們 這麼大的太陽大家就耐心等候 所以我們要請問一下大家今天誰有防曬 你們有擦防曬嗎 有記得擦嗎 太重要了防曬真的很重要 因為現在太陽真的蠻可怕的 那我覺得就是順便提醒大家 可能之前啊我都習慣用一些 SPF稍微低一點的產品 因為我會怕油膩會舉曬毛系統 但是愛杜莎這個產品還蠻神奇 其實它是50 SPF 但是它擦上去一點都沒有油膩的感覺 我有用的時候我姐姐在旁邊看 她用了之後她也覺得特別喜歡 對它比SPF50 而且PA四個家 就是最滿的家 它擦起來的時候不只沒有油膩感 而且我好喜歡它的味道 對 真的米蝶香和娘丹 就有一種很清新的那種清香的感覺 所以穿著黑色衣服的平面攝影大哥 也能夠來捕捉到很棒的畫面 OK 我們非常的感謝顧協力 也謝謝謝處長非常的開心 謝謝